你了解新经济吗?新技术和新模式给生活带来的改变,你看到了吗? 新经济最深的独角兽们在争夺每一块潜力之地 会是谁把握住充满想象的未来? 站在新经济进阶的路口,我们再等一个答案 这些年来,人工智能成为了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东西 插在你的音箱里,拍照软件里 当你不打客服射线的时候,接电话的也可能是一个AI 而在这些AI产品逐步落地的背后,是AI商业化的艰难旅程 周博文是一位人工智能专家,前IBM Watson的首席科学家 他在2017年的时候加入了京东 我回国,我小学回国做人工智能 特别是在京东这样的平台上做 就是我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在意 就是说,其实人工智能技术先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然后下一步呢,为了让人工智能技术得到更持续的发展 需要这个社会来看到真实落地的例子 特别商业化成功的例子 因为你比如说,你可以在语音识别这一个单点上 或者说人链识别一个单点上,再继续去提高 但这种提高,如果你不是和客服的商业流程有机融合在一起 在主流程上去提高成本效益体验 那单点的价值,它可大可小 其实很难以评估 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 人工智能这个词诞生了 业内普遍认为,从这时候算起 人工智能在进入21世纪以后,已经迎来了第三次浪潮 但前两次,由于远远被能够地到生活中,所以很快就冷却了 11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三四十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研发了 在过去的这三四十年,也有经历过起起伏伏的几次的 商业化,那么也有失败,也有成功 那2016年的这次的进入人民的视野,主要是随着机器学习和图像识别的技术的成熟来进入这个视野 那这两个技术的成熟,使他们能够对一些商业环境和商业的场景可以落地 这一次的浪潮呢,看起来是有着更光明的前景 但从产品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够落地到安房、金融、企业服务等等领域 技术本身呢,相比前两次浪潮也有了巨大的突破 所以,人工智能在近年就成为了投资的大热门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现在更多的企业还在努力跨越技术产业化的死亡之骨 大部分的AI企业都难以盈利,而基础技术研发也进入到了瓶颈期 也有说法认为,AI的这波浪潮即将退去 像人工智能可能大家关注的最强烈的是这个AlphaGo的那段时期 然后渐渐的可能大家又对它的商业场景、应用啊 有一些其他的思考,甚至有人说觉得现在是人工智能的第三次退潮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我认为退潮的话呢,实际上是因为之前涨上涨得太高了 对吧,我们带有过高的期待 包括游戏这一次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 是拿基金跟人做对比 我觉得基金是不能把人干掉 其实这件事情,人的这种创造力 人的这样一种适应不同的环境能力 它远远是高于机器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退潮完了之后会留下很多的珍珠 就不代表它就没东西了 但只是这个,而且甚至这样潮水涨起来中间的这样一些投资 对吧,部分它可能会延灭掉 但是还会有很多创造更大的价值 尤其带动了下一波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投入研发 甚至能够加快我们第四波人工智能潮浪的到来 AI技术接下来发展的 有什么新的,特别让你们激动的方向 在这里面的话呢,基础的技术 这个深度学习到今天事实上遇到一些瓶颈 在理论上已经没有更多的突破 所以再往下必要让大家激动的是一些神经元结构新的一些用法 甚至是从这种人的生物里面找到新的比如像模拟的这些技术 而不是数字技术 有可能会推动往下的这个人工智能心的变化 现在还是在实验室阶段 其实很多项目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商业的场景 这个原因是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是有如果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是说也许技术还不够好 但你其实想为什么计算机视觉相比这个语音文字 它落地的更早 其实它技术正步 它到了一定的这个成熟度之后 它正好达到了一个现有的数据 它的算力跟这个现有的这个优秀的算法 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product market fit PMF 然后一下子就会爆发出来 第二是说 当你在技术好像似乎到一定瓶颈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什么 需要是优秀的产品经理 我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比如说你互联网产品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app 我说的是一个商业产品经理 比如说像这个乔布斯 像伊朗马克斯 这种就是最优秀的产品经理 它把一个需求跟现有的技术 跟这个人的一些本质的人性的一些东西 这些三者非常好的结合在一起 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product market fit 这商汤也是你们头的一个公司吗 我觉得他们就算我说了 第一是他们的技术 在CV领域里面 是这个最顶尖的这个级别 第二呢就是说 它非常积极地去探索 在各个可能的商业场景里的应用 结果找到了就是说有一些成绩 你比如说像安房这个成绩 就是一个大爆发的成绩 那一下子在商业上就获得了 不错的成绩 怎么比OK啊 OK就是这样 对 OK 对 这个算是人工智能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小的领域 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一些这种特效贴纸 对很多人来说 商汤这个名字很遥远 但其实呢它可能就在你的手机拍照软件中 作为AI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头部企业 商汤的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于安防 手机图像处理等等领域 成立五年的时间 商汤已经融资超过30亿美元 并且呢 以7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了全球最贵的AI出创企业 那我们大概在十年前的时候开始做深度学习 那个这个大概也就是深度学习 大概大家也知道就是已经是一个 相当于是生产人工智能算法的一个基本引擎 那么我们应该是做深度学习最早的一个华人团队 然后五年前我们开始创业 在过往的几年 大家对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理解 也已经越来越这个贴近实际 对吧 你想想我们回想起来五年前 我们刚开始创业 跟大家提起神经网络深度学习 没有人懂 就是它太新了 但是过往的五年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大概三四年前 然后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峰会 大家就已经理解到 生产人工智能技术 对吧 它不是一点简单的事情 它需要大量的数据 它需要专业的科学家 它需要这个很多的算力 然后它还需要一个场景闭环 场景应用闭环 最后才能把这个技术迭代发展好 过往的一两年 你会看到 大家也开始理解 不是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能生产出来 比如说无人驾驶等等 短期能够生产出来 能够产生效益的 都是一些这个识别类工具 大家越发的这个冷静和理性的去分析 这个技术本身它能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有的可能这个投入产出比实际上是挺低 所以呢 可能讲我们是说伪需求也好 我们是说还是这个完全就要人现在来去做就可以 没必要说是去这个用什么这个就是看起来非常酷炫的一些工具 过往的两三年资本环境其实也变得更好 大家这个也变得更加理性 也开始变得更加敬畏 大家开始这个去共同去排斥行业泡沫 这个时候其实创业者对应的也一样 其实这个可能有一些报告说去年整个的这个 这个投资已经相比于从前缩水 就是创业者其实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开始思考 如何去配置手上手上的资源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新兴的创业公司 开始把自己的重心偏向了去解决场景问题 去集成现有的成熟技术模块 然后来去做出来某一个具体应用 来去最终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讲到这个商汤呢 大家一方面是看到这创业 这五年以来的快速的发展 另一方面大家对于你们的估值啊 融资的速度也很感兴趣 比如说说是独角兽 说是估值最高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等等 你们是少有的在这个行业当中 可以自己造血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企业 就是你们有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商用的这种模式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AI企业现在还是他们 这个是他们特别弱的一个方面 其实坦白讲我们自己的这个目前的商业化也是在摸索 不过这里面我们不管去部署哪些行业 基本上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这项技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应用 可以超过工业应用的红线 这个技术本身它已经达到足够成熟 可以实实在在的来去实现这个功能 同时我们肯定要去判断的是这个需求解决之后 大概能够产生的这个效益 假如投资人投给我们一块钱 那这一块钱用在了某一个行业里面 帮助这个行业假如产生了十块钱的价值 那最终这个十块钱的价值 可能留给了这个行业的终端客户 是七到八块钱 最后我们这边留下了两到三块钱 所以这套简单公式 在我们各个行业去这个评估去考察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基本都符合 所以最终我们实际上实现的是说 这个让人工智能技术本身 能够产生价值这件事情得以量化 能让大家都能有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一致的一个共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 实现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 你们山汤其实除了在研究 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身的核心业务之外 你们也在做一些投资 你们内部对这两个业务的模块 是一个什么样的权重跟考量方式 我们去大概在两年多前开始思考 做一些产业投资方面的这个事情 我们最后也看到说 其实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 和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工具 来去解决某一个行业具体问题 把这个具体产品给做出来 就这两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产业环境 所以我们在过程中 其实把我们自己可能更多的定义为前者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新的这个创新创业的机会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这个抓住所有的机会 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些这个可以可以利用好我们的技术实力 利用好我们的研发实力 然后对应的可以帮到他们把产品打拨得更好的这样一些企业标的 然后可以更加专注在某一个具体场景里面 去做创新做产品 然后去解决场景问题 那么我们过往其实这个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投资案例 这个比如说像银谱是专门帮助这个文娱节目和这个电视节目来去自动植入广告 然后生产这些这个就是影像生产工具的 那么他们不到200人团队可以帮助整个产业产生数十亿的这样一个价值 横向来看活跃在AI舞台上的不仅有商汤这样 因AI而诞生的初创公司 还有百度阿里巴巴京东搜狗等等这些互联盟企业 他们也投入到了AI从研发到商业化的漫长跑道 打磨适合自身业务需求的AI产品 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大家讲了这么多年 但是其实很多公司在面对它真正商业化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还是挺大的 从搜狗而言的话呢 我们人工智能很多时候是嫁接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个赛道或者产品上 而不是说只拿个技术去想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来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搜索 我们会知道中文只在全球语言的5%在互联网的内容里面 大概95%都是英文的 今天我们的搜索中间加了一块 是我们称为叫做英文搜索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能用中文去输入 这个时候你获得的这个信息是全球的 就通过这样一个AI的翻译技术能够使得搜索拓展了它的这样一个应用 就是整个的京东智能客服在中国应该是第一个真正这样大规模来使用的 当初为什么决定从客服这个点作为一个切入点 而且现在上线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有什么样的数据呢 我们当时我来到京东之后 我首先决定在京东能工智能客服这个角度做突破 做创新 原因非常简单 我们要做原创的技术 我们需要做足够难的问题 直到目前为止 能工智能的对话 还是能工智能弥解上的 玩画上的明珠 但是就像我说的一样 我们不是为了做难问题 要做难问题 我选择客服这个领域切入 有两个商业上的考虑 第一 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能够结合 用能工智能技术 竟能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还能提高用户体验的这么一个落地场景 第二 很多人认为是说是零售环节最后一个 不重要的最后一公里 像我认为是 是收集客服声音的最前线 这样的话你可以挖掘出大量的我们 大量的用户对这个产品的喜欢 和不喜欢最真实的态度来 我们的挖掘客服的场景来 在618期间我们大概总共接待了5000万 5000万个客服 其中独立解决了他们70%左右的问题 就是能够全程全程解决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客服的请求 都是在15秒到30秒之内马上响应 马上响应 所以这个客服的体验立马就好了很多 应用层面是中国AI市场 最活跃的领域 大多数的AI企业都集中在这个板块 从细分行业来看 容易落地的新零售 医疗 无人驾驶等等领域最受到投资人的追捧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 人工智能的场景和技术 比如说最大的是无人驾驶 在无人驾驶里面实际不仅仅设计到 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件技术 实际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芯片 然后独特的机械臂 传感 雷达等等 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 无人驾驶可以说是AI当中最具话题型的领域了 它被普遍认为是前景最大的AI落地场景 也因安全问题而饱受争议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来到了一家自动驾驶企业 无人驾驶虽然就是很热这个技术 但是我是第一次真的自己体验无人驾驶 那我们现在呢就上了刚刚上来叫的这一辆无人驾驶的车 到时候它真的投入使用的时候 其实大家基本上是跟后面的这个iPad来互动的 你看旁边的这些蓝绿色的这些方块 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车 包括前面这些 在2016年自动驾驶公司迎来投资热 在2016到2017年之间 涌现出了大量的自动驾驶初创公司 而文远之行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现在这个车它按一个按键 就可以进入自动驾驶状态出发了 现在已经是这个全自动驾驶状态 你昨天看到这个Pad的这个屏幕吗 就如果我是乘客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车上 我其实主要看到比如说路况红绿灯 都是通过这个屏幕来交流的 对我们管这个叫做这个乘客界面 它呢这个跟普通工程师开发的开发界面有所不同 它更多的是说给乘客一些实时的这个乘坐的信息 让乘客能够乘坐的更加这个有安全感一些 我看我们现在虽然是自动驾驶 但是还是有一个司机就是是安全员嘛 因为他手我看他没有碰到一个方向盘 好像这个安全员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也是可以切换成人的正常驾驶的状态 他需要做什么操作来切换呢 他的切换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他只要比如说他需要的时候 他只要踩刹车 这个车就直接就被他接管了 或者他直接转方向盘 因为整个这个车的从设置上来说 机器对机就是电脑对车的控制 属于一个从属状态 那么人对车的控制有最高的有限权 将来车里面最紧急的有好几层的荣誉 比如说它的AEB功能 我们希望它还会有 那么就是如果出现最紧急的情况 车的AEB功能会启动 所以就是有几层的这个安全荣誉在这里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足够大的一个数据库 去应对复杂的这种路况和零突发的一些情况 任何出行的安全呢 交通工具都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但是我们希望做到的就是 我们的自动驾驶车要比人更安全 那如何获得比人更安全这个统计数据呢 那就是我们要有大量的测试里程数 到1亿公里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非常确信了 2017年7月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 乘坐无人驾驶汽车上了北京五环路 吃了交管部门的抑制罚单 然而就在短短的五个月后 政策开始为自动驾驶在实际道路的测试 开了绿灯 企业可以向政府申请录册牌照 现在呢 在广州的生物岛和黄埔区的部分路段 能远之行的员工就可以通过APP WeWriteGo打到自动驾驶出租车接送上下班 事实上 出租车被认为是自动驾驶技术落地的最大场景 能远之行与广州公交集团 科学城集团达成合作 计划明年在广州市运营无人驾驶出租车 你们现在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商业上的尝试 就是明年在广州要做这个Robot Taxi的一个推进 就是你们现在是有50辆车 50辆车 但这个整个的这个数量 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在扩展 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数据 可能要看当时的技术发展 还有这个市场反应来定 但实际上对我来说 我觉得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安全员从车上挪下去 这是我一直谈到的 就是有安全员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从本质上来说是很难盈利的 因为您讲的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在里面 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出租车这个行业当中 司机是占到它整个成本的一半以上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 但是讲到这个大家又会想说 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普及了 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会不会有一大票司机失业 但其实现在是有一个缺口的是吗 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很多一线城市 不是说大家开不上出租车 而是出租车的牌照和车都在那儿 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开它 所以无人驾驶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空白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出行更加的经济 更加的这个价格上能够让民众去接受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自动驾驶车 它不会有酒驾 独驾 分心驾驶 疲劳驾驶的事情 我们觉得用自动驾驶做出租车 可能会更安全 自动驾驶水平总共分为L0至L5 6级 L5代表着完全不需要人类的干预 而目前中国市场的汽车中 比较常见的是L1 L2级别的功能 少数车型配备L3级 L4级 L5级的就还在计划当中 根据业内相关的报告 在当前技术和成本条件的约束下 L2 L3级别的自动驾驶系统 一般会被认为是商业上的最佳地球点 比如说如果你做一个L2或者L3级别的 自动驾驶车 有可能很快会盈利 但是它的市场前景 或者整个市场空间 不是像Robot Taxi这么大 那么我们已经算过 Robot Taxi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我想举一个例子 可能会比较 大家会比较更明确地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大家对Vimo这个公司的估值 明显050亿美元是怎么分配的 大约有70%是Robot Taxi的市场前景 还有25%到28%是货运的市场前景 还有2%到3%是提供解决方案 所得市场前景 其实作为一个无人驾驶的企业 你觉得不管是你们公司 还是整个行业 就是那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盈利状态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 现在每一辆车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加装的成本 软件我们可以认为 软件的copy是相当于是零成本的 那么更多的是一些硬件和传感器 那么硬件传感器的价格 基本上和你能够做出来的 无人自动驾驶车队的数量 是密切相关的 当我们第一个Milestone是 第一个里程碑是把 人从车上移下来 第二个里程碑可能就是达到一定的数量 经过我们的测算 基本上它是完全可以代替人类 而且还可以盈利的 如果你的车 运营车的数量超过千台的规模 我现在还是很确定 大约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实现盈利 因为我们刚刚在车上 您也提到说 你们的这个车是L4级别 L4的成本会更高 回报周期会更长 那对于一个初创企业 现在就把自己的定位放到L4 是不是有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说 你们能够活到那天吗 这里面要先讲一下 L3和L4的定义 L3叫辅助自动驾驶 而L4级别再叫做 限定区域的全自动驾驶 这里面有个差别 就是即便你开一辆 L3的自动驾驶车 你也必须要有驾照 而L4级别自动驾驶车 缺省是认为 这个人可以不会开车 他也可以坐在车里面 这是有个质的难度的不同 那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L4级别 我们认为这个是能够真正的 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车的安全性的问题 但是说你能不能活到那一天 我觉得一点就是文远之行 如果是始终保持在中国 最头部自动驾驶橱窗企业 那么资本还是会支持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一天终究会来 大家所争论的是 它什么时候来 因为现在整个的无人驾驶 跟人工智能结合 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热点 在落地到实际生活应用当中 究竟离我们还有多远 站在你们的这个角度去 比如说现在来看 你说我们能不能去 立刻来去部署 无人驾驶所驱动的车辆 那么这个问题答案 肯定是不能的 那么很多场景下我们知道 比如说一旦下雨 一旦有这个雾霾 对吧 一旦有比较恶劣的 这个天气情况 甚至一旦这个路上的 这个路灯给坏掉了 可能都会影响 无人驾驶系统的 一个表现 一个安全性 所以呢就是说 我觉得无人驾驶 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分阶段的事情 然后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这个辅助司机 能够更专业 然后更安全 开车的产品推出来 然后呢这个 不过同时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预知到 就是在未来的 某个时间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对吧 我们现在没有人 能够准确地回答 这样一个问题 能够看到这个 真正的无人驾驶系统 这个被实现出来 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上 在长时间之内 它一直都会是 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它的目标 是为了去增强 这样一个决策者 就我们可能对人工智能 有了很多的期许 是因为我们看了 很多科幻电影 对 大家期望很高 期望值很高 今天可能只能做到一个 小强作的事 你觉得啊 这个太弱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说 当你的技术 每往前进一步的时候 它都产生了 巨大的商业的机会 今天我们都在 我们特别特别看好 这个无人驾驶的 一个巨大机会 比如说像公路的物流 中国有600万辆大卡车 大客车 然后可能有超过700万的 这些大卡车司机在这上 在整个高速公路的 这个体系里面 这个人的成本 可能是在20%左右 如果我现在 我不说这个L4的全无人驾驶 如果只是解决在这个L3这一段 就是我可以替代掉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 它往前每走一步的话 都能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 如果我们再想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呢 从2017年开始 中国自动驾驶领域的 融资次数是越来越少 不少的初创公司都融资困难 而资本呢 也在逐渐地向 头部的公司靠拢 如此看来 人们对于自动驾驶的盲目乐观 正在逐渐地消退 而资本呢 也在逐渐地回归理性 无人驾驶呢 或许能够准确地反映出 AI商业化的典型境遇 乐观地看一个小小的进步 都能够带来巨大的效益 而如果真正地能够实现 理想中的那个场景 必然是无限的商业价值 但是悲观地来看 它距离真正的 像人一样的智能 究竟还有多远 当我们向不同的人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的回答竟然出奇的一致 那就是难以预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